可能是因為他生活太好 他沒有什麼 經歷過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到08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個 Living Brothers世界 那個雷曼兄弟 我們是幫人家做上市的 我們不是買股票 所以我們當時有兩個 Shield Company 就是我們做好了兩核 要幫兩家公司上市 一夜之間不准上市 500萬美金商場消失 你知道在這個情況下 你應該趕快找一些律師啊 什麼壞醫師 我說你現在趕快要 什麼停點水 趕快要那個處理 他說我不認識會計師 我不認識律師 我說蛤 然後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他是我的靠山 我一直覺得 他講什麼話就像你講的 我以前就是說 我就崇拜你這樣子 我們的日子會很好過 而且我發現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就開始用我所有 以前報新聞的關係 我找了律師 我找了那個之後 我發現我要一個肩膀 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 那個時候 因為很多的朋友知道 我回來就說 那樣你上來來上節目嘛 我就開始上節目 我們就慢慢就開始上了一些節目 有時候還去中國上節目 他開始越來越不平衡了 為什麼 你要幫忙賺家計啦 男人 女人不能比他強 我當年也是在加拿大是主播跟企業家的結合 是也蠻轟動的一個結合 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都很好 我是主播 對方是富商 對 好門啦 不講富商了 好門 那時候他就是是真愛 我為什麼講真愛呢 就像你講他是一個很慷慨的人 就是我根本不要什麼 比如說我只是說 他說你生日 然後我每年生日 他給我換一部跑車 你知道他就很大方 然後說你要什麼全部自己買 但是因為我自己都自力更生很多年了 每一年換一台跑車 每年換一台跑車 什麼樣的車 就是當季 就是我們會每一年不是會有一個新款的車 可能是B&W 可能是Massiz Benz 或者是什麼樣 然後呢 我們大家都會 因為他是一個VIP 他喜歡玩車 所以所有的車子的VIP 會先問他說要不要 他就說要 然後大概新車上來到了 國外大概就是二三院的時候 就是我生日差不多 他就給我換 換完了 可能開了一年之後 他就把他轉手賣掉了 因為他說車子留久了不保值嘛 所以我們家那個時候有七部車 法拉利啊 兩毛經理 反正就是 就是這樣 大家覺得外面很光鮮 很美麗很那個 可是 家裡有六七部車啊 其實在國外算滿正常 因為國外的車沒有那麼貴 可以吧 因為一直買車 可以 可以過公司 我覺得你人生很負面 沒有 你看老公是真的 他真的愛玩 他外玩 然後有時候會帶著我去 賽車幹嘛 其實我們的婚姻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只是那個時候就有點像 我們剛才私下聊說 一個女主播 我真的走入家庭的時候 我就要去 其實貴婦不是那麼好當 你知道你要配合他們 在他的生活 像比如說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晚上 我們報完一天 回家已經九點十點了 很累 對不對 然後你早上 也不會那麼早起床 因為你不用那麼早到公司 可是你嫁到人家家 他們家七點都要起來吃飯 你就要跟著這樣子作息 然後你晚上報新聞的時候 你沒辦法一塊吃飯 她就平常說 我媽覺得 為什麼都不能一家人吃飯 就開始開始我就覺得說 好像我走入家庭 我就應該放棄一下我的工作 所以那時候我就申請去請調 週末去報新聞 因為我還是喜歡我的工作 就後來就這樣都很好 可能是因為她生活太好 她沒有什麼 經歷過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後我一直覺得說她是我的靠山 我一直覺得她講什麼話 就像你講的 我以前就是說 我就崇拜你這樣子 我們的日子就會很好過 而且我發現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就開始用我所有 以前報新聞的關係 我找了律師 我找了那個之後 我發現我要一個肩膀 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 然後我就開始張羅很多事情 然後這個也張羅 然後我們家房子還有貸款 我說先賣車啊什麼什麼 處理完之後 她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對我講話都這麼兇 我說我不是對你講話這麼兇 這些事情要處理 我說你難道不想想嗎 她說我現在不想想這些事情 我說你不想想這些事情 她全部就丟給我 然後久了久了 那是不是我就 就像剛才大家講的 我們女人就崩潰了 對不對 我又是政公她也沒小三啊 然後我就 我就處理很多事情 所以我開始變得很強勢 她就開始就是說 反正就是很多的抱怨 後來她跟我說 就這樣我們撐了幾年之後 她跟我說 那我們搬回台灣好了 其實她是華人的第四代 她是香港人 香港出生 加拿大長的代 但她是會講國語 可是她看不懂 我說你想清楚 你回到亞洲 你看不懂中文 你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她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請翻譯 我說你還有錢請翻譯嗎 就是她的那個腦子裡面 就是她好像還沒有辦法 去脫離那個東西 我說那我房子賣掉 她說不能賣 這樣人家就知道我不行了 你知道嗎 男人的那種 那怎麼辦 我說那你要怎麼樣 我說那租出去 她就說那你來處理 她什麼就是跟我說你來處理 那我不管 我就說我要賣 我就說賣 你就說我賣的好了 然後反正就是回來之後 回來之後就開始 因為她就一直也做不出什麼 然後她就說 可以知道那個房子值多少錢嗎 加拿大的房子啊 我那個房子是第2.5個公母 房子內部是400坪 然後現在 這樣子我們才好判斷說 她的財務到底狀況如何 當時是700多萬 美金加拿大幣 加拿大幣 加幣 那很很好的房子 然後我比佛利山 還有一個房子 是500萬買的 結果全部是賠本賣出 因為我一定要清空啊 才整個能夠加班回來啊 你知道在加拿大 700萬加幣的房子 那太好太好的房子 我的房子現在你漲到2000萬 2000萬那不可得了 因為我10年前啊 因為加拿大幣跟美金差不多 所以如果是 你剛才講2000萬的話 等同6億台幣 對 差不多 因為地大嘛 它有2.5個公母 結果後來回來了之後 她就每天 因為她真的是中文不懂 就真的差很多 她就每天在家裡面 看連續劇啊幹嘛 我就覺得我不能再這樣子 她就追劇 她就說我這樣看 我的中文可能會進步 然後 她很上進耶 對啊 她就開始看什麼三國啊 什麼 她連歷史都不會 我每天 我跟你講 剛開始懷的時候 人還覺得說 亞洲嘛 應該很好工作啊 機會很多 我還每天這樣陪著她 這樣半讀一樣說 三國曹操是誰 什麼什麼孫權什麼的 我還講歷史故事給她聽 你知道嗎 到後來我覺得說 我真的是忍不住 司馬懿 司馬懿 然後我就說不行 那那個時候 因為很多的朋友知道我懷就說 要你上來 得上節目嘛 我就開始上節目 結果慢慢就開始上了一些節目 有時候還去中國上節目 她開始越來越不平衡了 為什麼 你要幫忙賺家計的啊 男人 女人不能比她強 然後因為每次我跟她一塊出去聚會 人家就會說 你在做什麼 你知道台灣的人特別喜歡問 你在做什麼 你家住哪裡 你為什麼要回台灣 她解釋不出來之後又丟給我 我說沒有啊 因為她現在在看 因為我們一直在幫人家上市 所以她現在要去看 幫人家上市的意思就是 她是個承銷商 輔導上市 不是 我們做IPO 我們就是比如說你公司給我 然後我幫你做一個課 這個就在台灣就要承銷了 不好意思 然後她就真的就想說 好吧 大家既然這樣講 她就跑到中國去 她就跑到珠海去 然後在珠海那邊 她有一天就跟我講說 也是去大陸之後 她跟我講說 我發現我通靈了這樣 我說你通靈了 你通什麼靈啊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覺得上面跟我講說 我要開始我有靈性 因為她看很多那個追劇 你知道嗎 就是仙啊什麼的 她覺得中國的那些 神仙故事好像真的是有那存在 封城堡 她不知道看了幾百個版本了 然後她就說她通靈了 然後她現在在修行 在山裡面 我就說 我說我是你在外面有小山吧 你不是在那修行吧 她說那你過來看啊 我想說我也懶得看 然後她就每天就在那邊講說 我現在要怎樣要除謀 我法力無邊 唉 我在想說 那你現在怎樣 我說那你好 我說那你就留在那邊 那你回來把家裡處理一下 因為我們整個美國搬回來 加拿大的房子 我們還有兩個貨櫃 沒有處理的在台灣 甚至放在貨櫃屋裡面 我說那房子是不是什麼 上面沒有叫我回來台灣 我還沒得到訊息 上面 對 她就說她的 她的 上面的老爸 她也不知道是誰 她就說有一個菩薩這樣 有這個樣子 我就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是 幻聽幻覺還是什麼 那我說你現在要怎樣 然後因為她從去年11月就走了 然後呢偶爾我會打電話說 一年來 一年啦 你們沒有見面 沒有 你也不知道她在哪兒 我知道她在哪兒 地址有嗎 我知道地址 對 她就說你可以隨時來 但是我這個人個性就是 何必呢 因為以前我也沒干涉過你的事情 你也沒干涉過我的事情 我們倆其實在一起 我們倆以前從來沒有超過10天 不見面 我跟她在一起15年 我沒有超過10天沒跟她見面 我們現在都是每天見面 而且我們 我們沒有小孩 因為我嫁給她的時候 她已經有兩個孩子 所以她說不要有小孩 那我就覺得那很好 那後來我就覺得 你把我亮在這邊怎麼樣 因為我每個朋友都跟我說 我說你現在什麼狀況 我說我也不知道 你這樣的日子過多久了 決定 一年啊 一年啊 其實不只一年 因為過去的幾年 都是我在處理這些事情 你看08年到現在整整10年 我是大概有5年 我的日子是活在這樣子 但是那5年我們還有一些資金 因為我們有外借給別人一些錢 就是那時候有錢的時候 人家一直來借 有一些好的會還一點 就是還有一些錢 但是不能跟以前比 所以她已經不太習慣她的生活 比如說我們回來台北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去搭捷運 我不坐捷運 坐計程車 我說你現在什麼狀況 我說那我就逼著她 然後我走路 我不走路 我就是要搭計程車 你看這現象就是最後你要決定 他已經是這樣 那你要決定說 那就是個破落的少爺嘛 然後我已經瘋到 我去看前世金生你知道 對 因為香港很有名的那個影星 就跟我說我看你這樣我很難過 因為她是香港人 我們香港人圈子很多貴婦很熟的 我帶你去看 然後那個前世金生 她在台灣專門幫一些名流看 她就說你前世啊 因為你前世修了她 她說在那個年代沒有修夫這件事 只有修妻 你修了她 所以這一次她來報復你 你也信 你當下你什麼都信好不好 去補掛你也信啊 人家講到什麼你就覺得 好像是這樣 信了可能會讓自己舒服一點 那我想說好吧 那當她來報復 那我也該還完了 我也像剛剛律師講說 對 每個人都說你決定 那我決定我就是跟你要撤了嘛 那當我跟她講說 那是我們就這樣分了什麼什麼 那就要採取動作 那那個房子700萬的房子 其實也值台幣大概兩億 那難道沒辦法解決 700萬 對 對不對 不然間就不了 因為那個時候 還有一個房子在比佛利山莊 你都不了解有錢人的事件 對 他們其實的投資是很多 你知道他那個倒下來 你知道雷曼兄弟事件是打垮很多 其實台灣是非常小 我們沒有 這個就是他最厲害的 他說我再怎麼樣 我沒錢我千萬不負債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 所有的東西能夠補的幹嘛 能填的就這樣子 那件事情就好解決啊 你至少沒有負債 兩個人就過窮一點的生活啊 對 但他過不了 那他沒錢 他怎麼叫過不了 所以他就選擇了到珠海 因為那個朋友也是個富商 他就住人家家裡面 他就選擇一直逃避啊 他以前是說你寄生活費給我 我後來說我寄生活費 我們家已經 你自己要分兩地 我沒辦法寄生活費 為什麼你沒有幫我寄 你來這裡都有通告費啊 我不要活嗎 我要過日子啊 我也有開銷費啊 對啊 那我就跟他講 他就去跟那個朋友說 那他就跟那個朋友調 因為他的智商很好 但他的EQ是零 所以他有一些腦子做生意的東西 他提供給這個人 那這個負傷就是 那個負傷就為什麼會 會就讓他住他家 他的生命力 抗壓力不好耶 沒論啦 我一直以為他抗壓力很好 就沒有想到他逼到我 一個完全沒有抗壓力的人 變成我能抗壓 沒錯 那你過去五年有沒有以淚洗面過 當然有啊 跟人家根本不敢講電話 你要是今年年初發通告 我給來過這個 我可能從都哭到這個節目結束 沒關係啊 我們去讓你看看瘦身體 不要 我已經可以了 因為我的朋友說你好厲害 他說以你的個性 你早就那個 他說沒想到 他說你還可以這樣撐著 好像就當沒有事發生 很多人這麼早就開始想生後世嗎 不會吧 會啊 怎麼會 真的嗎 因為現在墳墓很貴啊 靈骨塔很貴啊 你不存錢你還買不起 我跟你講 我覺得貴可能是其中一件 像我是會跟我在討論就是 因為我跟你講 誒 旦夕霍虎啦 對 無常 無常啊 現在我覺得人生很無常 不要到真正發生了 讓宅生一人無所視聰 我覺得會造對他們很大的困擾 所以家裡面的財產 家裡面的狀況 還有你打算生後要怎麼弄 他說我說我死了之後啊 那個你就把我燒一燒 然後就丟到大海 因為我最喜歡海這樣 然後他馬上那個就很生氣說 為什麼要講這個事情呢 他說那我都對你的愛呢 你現在只想到你要死 你為什麼不想到 我現在活的時候 沒有跟我好好的過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個千萬不能丟到大海 因為我有個朋友就是 他太太說要丟到大海 就真的去 骨灰丟到大海去啊 結果後來托夢說 好冷喔 你可不可以把我找回來 你放樹下還可以往出 其實我跟你講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一般來說講三宰一生 我講三卡一生 我們家人都有三張卡 一張是器官捐證卡 一張是大體捐證卡 那一張就是那個放棄急救卡 那像我父親過世 他就是捐大體 因為很簡單嘛 你如果意外死亡就捐器官嘛 如果是自然死亡就捐大體嘛 那大家都覺得捐大體死亡 就很可憐啊 他死了還要身上被割啊什麼 可是我媽媽就講一句 因為這是我媽媽發動的 我媽媽說 那我寧可讓那些醫學院的學生 在我身上割錯一千刀一萬刀 也不要讓他將來當醫生割錯一刀 所以我們不提供誰來提供 那我們提供這個大體 其實他們大家覺得 這樣好像對小千人就沒有敬意 其實不是 他們非常就以 比如我們是捐給台大醫院 以台大醫院來講 他們非常的慎重 他們每年都會舉辦追師的典禮 然後所有的家屬到場 然後還請樂隊來 然後所有的這個醫學院的學生 然後包括師長代表致辭感謝 然後甚至每一個階段 譬如說現在泡福馬林泡兩年 要開始要去這個解剖了 還親自帶你到那個解剖室去看 所有的實體放在那邊 然後所有的學生也都在那裡 然後你的事蹟會被掛在牆上 想說這某某他們叫做大體老師 捐贈他曾經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那學生還會到家裡來訪問你說 因為他不要說這只是一具屍體 我要知道說捐屍體給我們的是什麼人 會來訪問家人說 他生前是怎麼樣的 跟家人相處的狀況 那最後等到解剖完了之後 還會再通知大家來 然後他會把這個身體送去鄰谷塔 就你如果要帶回去 你可以帶回去 如果他不然他就直接送去鄰谷塔 然後就把它燒了 然後送在鄰谷塔 然後你也可以每年固定去記掉 那所以整個其實是非常的狀況 所以你也捐大體的 我也捐啊 我們家都捐 你覺得你的四季會怎麼寫 蛤 你覺得你的四季會怎麼寫 我的四季我不知道他們寫的 大概就是無二不作 哈哈哈哈 以名苦林 本名王育仁 台灣知名作家 對社會影響力很大 上片各節目 然後這個出版喊牛衝動 然後這個情史激烈 對